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聊一个轻松的话题 咱们聊一个人 诸葛亮 诸葛亮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 不过呢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三国演义之外的诸葛亮 我们大家熟悉的诸葛亮通常是从三国茅庐开始的 然后就是战赤必收益州建立蜀国做丞相 而在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是什么样呢 他的那些学问是从哪里来的 他27岁才出身 那么在这之前 他为什么不去投靠实力更为强大的曹操 他有着什么样的家族背景 他的婚姻又是怎么样的 他的理想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呢恐怕在三国演义中都得不到答案 三国演义为大家呈现的是一个半神半人的诸葛亮 用鲁迅身上的话讲就是多智近乎幺 今天呢我们想为大家还原一个踩在地上的实实在在的历史上的诸葛亮 在秦末的农民起义中 陈舍手下有议员大将叫葛英 这个人呢能争贯战为反抗暴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呢后来陈舍听信小人谗言杀死了葛英 到了西汉时期 汉文帝感念葛英的忠勇 就把山东的诸县分给了他的子孙 这样葛英的后代们就移居到了山东诸县 也就是后来的山东狼牙郡的诸城 为了区别其他姓葛的分支 这一支呢就把自己的姓氏改名为诸葛 诸城之葛的意思 这也就是父姓诸葛这个姓氏的来源 到了东汉时期 这个家族中出现了一个叫诸葛峰的人 他曾经担任过私立校尉 私立校尉这个官的权力非常大 他不仅是负责督查中央的百官 而且呢还负责京城的防卫 要拿现在的话讲 可能相当于中央的监察部的部长 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甚至是卫戍区司令 诸葛峰为人是刚职不阿 得罪了不少小人 最后也被罢了官 诸葛峰就是诸葛亮的爷爷 诸葛亮的父亲叫诸葛龟 当时曾经担任过泰山的郡城 职位呢相当于一个省三四号人物的样子 不过诸葛亮的童年非常的不幸福 他三岁丧母八岁丧父 他的父亲去世以后 他就随他的叔叔诸葛璇来到了荆州 投奔他叔叔诸葛璇以前的上司 也是好朋友刘表 和诸葛亮一起来到荆州的 还有他的两个姐姐和弟弟诸葛君 当时的荆州在刘表的治理下 百姓是安居乐业 在三国那个乱世当中 荆州就是一块净土 一块文化的乐土 很多人印象中的刘表是一个胸无大志 又有点懦弱的人 但那不过是三国演义中的刘表 那时候的刘表已经是六十多岁 可谓是英雄耻目 但刘表也曾经年轻过 当初他只凭着一份诏书 只身来到荆州 最后收服了荆州的各大世家 建立了这份基业 那时候的刘表和现在可完全不一样 人说刘表胸无大志 确实刘表没有统一天下的野心 他不过就是想治理好荆州 让这里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所以在别的地方格局势力 招兵买马扩出兵力的时候 刘表做的却是建学校 当时因为战乱官办的太学已经被废止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谁还能安心的做学问 但刘表不这么认为 他依然在荆州开办了一个全国最高水准的学府 叫学业堂 当时是吸引了全国各地著名的红儒大家 都来到学业堂来担任老师 其中就有在三国演义中提到的司马辉 水净先生 刘表这人呢不偿于金士 打仗确实是不行 他虽然在入主荆州以后 也平息了几场叛乱 收服了一些地方 扩大了荆州的地盘 但是呢 他所面临的对手 与曹操在中国北方面临的对手 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但刘表的长相在于治理 荆州这块土地就是现在的湖北湖南全境 被刘表治理的是井井有条 而打仗的事情呢 他基本上是交给外面的人来做 比如说当时为他驻守晚城的张秀 以及后来投奔他 让他安排在了新野的刘备 晚城也好 新野也好 都是最靠近北方曹操的地方 如果要是换了在和平年代 那刘表绝对是一个治世的能臣 不过呢 很遗憾他生长于乱世 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不想吃掉别人 别人就想吃掉你 刘表曾经养过一头牛 这头牛是硕大无比 据说有一千多斤 刘表把他当作宠物是非常的爱惜 后来荆州被曹操占据 曹操也非常喜欢这头牛 不过呢 他们喜爱的方式不大一样 曹操更喜欢这个牛身上的肉 于是曹操就把这头牛杀了 靠赏三军 这只牛后来也成了一个典故 叫刘表牛 就是体大而无用的意思 刘表很有闲情意志 他还让人做了三个酒钟 大的酒钟能装七升酒 中间的装六升 最小的也能装五升酒 刘表呢还给这三支酒钟命了名 最大的叫薄雅 中间的叫重雅 最小的叫济雅 刘表认为能一口喝下这酒钟里的酒的人 一定是非常的有雅量 这也就是雅量这个词的由来 所以说雅量最早的指的是酒量 诸葛亮随他的叔叔诸葛璇来到荆州以后 就就读于这所学校 在这里呢 诸葛亮完成了他的朔博联读 他以后的很多的知识储备都得益于这个学校的培养 诸葛亮在这个学校里还有很多好的同学 这些人在日后的三国政坛也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 其中就有徐述、徐原职 毫无疑问 诸葛亮应该是这个学校中最优秀的毕业生 这一点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水晋先生司马辉 对此是颇为认可的 所以水晋先生最后也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这所学校教授学生的不光是儒学的经典 而且还包括天文、音乐、数算等等 从中呢 也不难看出日后的诸葛亮在天文、音乐等方面的造诣 也应该是得益于这个学校的培养 叔叔诸葛璇去世以后 诸葛亮就与他的弟弟诸葛君 到了襄阳城西二世里一个叫龙中的地方开始了公公于龙母 这个时候 诸葛亮17岁 在以后的十年时间内 他一直就在这个地方耕田 但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诸葛亮是靠务农为生 耕作对于诸葛亮来说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健身 本来一公一独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生活状态 所以诸葛亮并不觉得这样低人一等 况且在耕种之余 他是广交好友 可以说是谈笑有红儒 往来五百丁 毕竟狼牙诸葛事在当时也是响当当的一流望族 一提到狼牙 大家可能马上就会想到狼牙王室 狼牙王室咱们以前也讲过 不过狼牙王室最兴盛的时期应该是在冬季以后 王与马共治天下的时候 不过在东汉末年 那时候的王翔可能刚刚光着膀子 在冰面上表演完行为艺术 还没有灯堂入室 狼牙王室那时候的影响力 应该也远远不如狼牙诸葛事 有人说狼牙诸葛事是三国时期的罗斯查尔德 这个家族在魏鼠吾三家都分别投注 鼠不用说了 是后来的诸葛亮 东吾的诸葛锦就是诸葛亮的大哥 也做到了大将军之职 他的儿子诸葛克更是孙前过世时的脱姑大臣之首 而在魏国诸葛亮的族兄诸葛蛋 也做到了高平侯征东大将军 是魏国的四大藩之一 所以说诸葛家族在当时可以说是风雨一时 后来三家归进狼牙诸葛事才迅速的走向没落 也是因为有着这样显赫的家族背景 所以诸葛亮兄弟姐妹几人到了荆州以后 马上就进入了荆州的上层圈子 有人说呀 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混的是什么圈子 如果你一直混的是财经圈 也可能你发财的机会会多一点 如果是影视圈呢 有可能你出名的机会会多一点 如果你整天的不想混任何圈子 就想着一个人打游戏或者是追剧的话 那你可能是属于黑眼圈 诸葛亮肯定混的是政治圈 他的叔叔诸葛玄本来就是刘表的好朋友 又是刘表的老部下 诸葛玄来了以后 就带着他们结识了当时荆州的四大家族 这四大家族或者说四大世家 就是庞、黄、宽、蔡 世家之间最好的联系手段就是联姻 所以诸葛亮的大姐就嫁给了 凯良的侄子凯齐 二姐嫁给了庞德公的儿子 庞德公在当时名气非常大 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后来 他的侄子的名气 他的侄子叫庞统 人称凤楚先生 也是诸葛亮的同学 可以说在学业堂的学生中的佼佼者 那个双子星座应该就是诸葛亮和庞统 当然诸葛亮无疑是最闪亮的那颗 庞统是庞德公的侄子 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 诸葛亮与庞统也算是亲戚了 诸葛亮的两个姐姐这时候都已经嫁人 而且嫁得还挺好 这时候诸葛亮也是二十多岁了 按照古诗来说早应该娶妻生子了 那诸葛亮怎么还担任呢 难道是条件不太好吗 这个肯定不是 史书记载诸葛亮身长八尺 如貌甚伪 识人一焰 意思呢 就是说诸葛亮身高一米八四 健壮 而且英俊 因为长得太英俊了 所以识人一焰就是与众不同 如此英俊的相貌 再加上又是世家子弟名校毕业满府才学 家中呢又有房还有车 车那时候没有 但是后来就有了 而且还是一个不同反响的车 叫牧牛溜马 相当于那时候的宝马 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可能娶不上媳妇呢 也许诸葛亮治不在此 也许是缘分未到 这个缘分有时候说来就来了 有一天 诸葛亮和黄承燕一起喝酒 黄承燕突然问诸葛亮 说你定亲了吗 诸葛亮说还没有 黄承燕马上说 说我有一个丑女 黄发黑肤 但才学与你相配 你觉得行不行 诸葛亮说 我看行 这个婚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史书记载 黄承燕这个人是高爽开烈 从来都是不拘小节 黄承燕一听是喜出望外 马上联系了快递公司 就把他的女儿送过来了 黄承燕这么着急 怎么都让人感觉有一种 怕压在手里 赶紧出手的意思 诸葛亮为什么愿意娶一位丑女呢 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诸葛亮也不是很愿意 不过当时酒喝的有点多 所以当黄承燕说他的女儿黄发黑肤的时候 诸葛亮估计是听错了 听成了黑发黄服 黑发黄苏 诸葛亮觉得很正常啊 龙的传人嘛 讲的差不多 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可能是诸葛亮搞错了 当然了 这只是开个玩笑 诸葛亮本来就不在乎他的妻子的相貌 他更在意的是才学 当然了 除了才学以外 不能忽视的也是黄家当时在荆州的地位 黄承燕的夫人姓蔡 也是当时荆州的四大世家之一 蔡氏夫人是家中的大姐 她的妹妹嫁给了荆州之主刘表 她还有一个弟弟 就是蔡茂 这样诸葛亮应该管蔡茂叫舅舅 管刘表叫姨父 那么诸葛亮结这门亲 是不是想利用裙带关系 谋求一些事业上的助力呢 事实上肯定不是 因为诸葛亮在刘表的荆州 根本就没有出来做官 当时的刘表是求财若渴 以诸葛亮的才学家世背景 即使没有这门亲 如果他想谋求个官职的话 应该也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况且那时候他的大哥诸葛锦已经在东吴做官 所以他如果去江东也一样能够做官 但是诸葛亮哪儿也没去 他还是在龙中 还是在那里功耕于龙母 每天的工作日常 就是喝酒 种菜 吹牛皮 他常自比管仲乐异 食人莫知徐也 食人莫知徐也的意思呢 就是大家都很纳闷 这个人到底喝的什么呀 喝的胡说八道的 那诸葛亮为什么不比其他的人 专要拿管仲乐异相比呢 历史上比管仲乐异强的人太多了 有人说这就是一文一无 可是文官中历史上有萧和张良 武官中也有韩信白起 诸葛亮为什么非要比管仲乐异呢 这两个人并不是最出色的 其实诸葛亮之所以自比管仲乐异 是有他自己深层的含义的 理解了这一点 也就理解了诸葛亮的理想 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诸葛亮不会为曹操做事 大家知道管仲是辅助齐欢公成就霸业 当时管仲提出的政治主张就是尊王攘仪 就是要重新恢复天子的权威 而诸葛亮日后的从政理想就是匡扶汉事 越异是当时燕国的将领 他率领弱小的燕国军队打败了强大的齐国 所以越狱的特点是在于辅助弱小反抗强权 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诸葛亮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身上还有着很强的忠君情结 这可能与历史上汉史对他家族的眷顾有关系 而且他要让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 这种正义应该是符合当时的钢厂礼教的 哪怕这正义的一方还是非常的弱小 但诸葛亮仍然是义无反顾 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出 曹操肯定不会是诸葛亮想效命的对象 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 在诸葛亮眼里绝对不会是能够匡扶汉史的那一位 而且曹操在当时又是最强大的 诸葛亮也不是那种喜欢依附强权的人 除此以外 诸葛亮不可能为曹操效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或许与诸葛亮当年从他的老家出走有关系 诸葛亮的老家阳城当时是在徐州境内 徐州木陶迁因为杀死了曹操的父亲曹松 所以引来了曹操疯狂的报复 因为当时的徐州木陶迁率中死守 所以曹操一时拿不下坛城 于是他就转军南下 于是他就做出了整部中国历史上惨绝人寰的暴行 据后汉书《陶迁传》记载 过把取绿居陵下丘皆徒之 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鱼 似水为之不留 自是五县城堡无负行迹 一时之间徐州之地是尸体堆积如山 似水为之断流 再后来曹操又进攻诸葛亮所居住的狼牙郡 也是一路的暴行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诸葛亮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或来到了荆州 很有可能诸葛亮在很小的时候 就曾经目睹了曹军的暴行 所以他对曹操可以说是没有一点的好印象 徐州木陶谦当时是独占 曹操知道自己打不过 所以他就变球援手 但所有人都害怕强大的曹操 没有人敢出手帮他 只有一个人来了 只带了一千人马 但还是来了 他就是刘备刘玄德 所以可想而知 刘备的形象在诸葛亮的心目中一定是瞬间高大了起来 刘备成了仁义的化身 成了不畏强权的正义的代表 所以这才有了后来的三顾茅庐 才有了龙中队 才有了前后出师表 才有了两表为三顾一队足千秋 才有了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才有了出师未结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进 诸葛亮离开龙中的时候 叮嘱他家中的仆人 让他们好好的照顾田地 带到宫城之后 他还要回来 但他最终再也没有回到龙中 这一年是公元207年 这一年诸葛亮27岁 刘备46岁 如鱼得水的刘备 并没有时间去慢慢体会在水中畅游的感觉 因为很快第二年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就爆发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 有一个人悄悄的走上了政治舞台 这个人呢 在之前一直是称自己得了封闭之症 半身不随不能行走 所以不能出来做官 但偏偏就在公元208年 半身不随的他居然整出了一个小孩 这样的话就很难自圆其说了 于是这个人就突然的康复了 突然蹦起脚来说 我要飞得更高 于是他就悄悄的走上了历史舞台 站在了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 默默的等待机会 生出的这个小孩叫司马师 这位突然康复蹦着脚飞得很高的人 叫司马仪 三国的大幕就这样徐徐的拉开了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